国泰航空跟随其他国际航企加入裁员行列,反映全球疫情长期化之下,各行各业受到冲击比预期严重,失业潮涌至,依然在历史高位附近徘徊的住宅留家,恐怕难以支撑下去。 新冠肺炎疫情族困扰全球,中国以外的国家大都仍未受控,欧美疫情还有恶化迹象,其中美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接近6万人,较两周前的平均数高出于30%。 在这情况之下,经济重启不但受阻,甚至要收紧社交与出行限制措施,全球航空业陷入前所未见的艰苦经营中,预金损失超于800亿美元,累计裁员数十万人,没有本地航线的国泰航空警方尤其严峻,即使国泰航空在今年6月抽水390亿元,并获得特区政府参股打构。 但受累疫情,经营无法恢复正常,客运量紧及疫前的一成左右,每月消钱15亿元至20亿元。 国泰无奈跟随其他国际行企如德国汉沙、英行、升行加入裁员行列,今次国泰重组裁员计划,涉及削减8500个职位,包括5300名驻港员工,而旗下国泰港龙即时停止营运。 估计重组裁员计划每月可减少5亿元现金开支出。 对比其他国际行企,国泰受新行动算是较迟了,相信与当局推出补就业计划有关,然后了重组裁员,面对客运量暴跌九成。 国泰到了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折留缩减人手是无可避免。此举有利保存实力,强化到过难关能力,为未来行业复甦作好准备。 更重要的是力保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才能捉紧越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机遇。 值得留意的是,国泰裁员折射疫情长期化对各行各业冲击比预期严重。 随着政府财政储处被减少至8000亿元,未必会再推第三轮保就业计划,当第二轮保就业计划完结,忧心今年底至明年初会有企业支撑不住。 财源,结业陆续有来,零售与餐饮业将是重灾区,7月至9月失业率上升0.3个百分点至百分之6.4。 与其失业率远未见顶,明年初可能升至百分之7以上,香港经济持续衰退,失业大军增加至近26万人,加上整体家庭收入减少,市民置业能力下降,住宅楼价难以持续在历史高位徘徊。 今次国泰裁员对不小基组人员聚居的东冲二手住宅楼价与租金有直接影响, 随时拖跌整体二手楼价,或不单行的事,政府卖地再度地皮楼标,位位于东冲一幅商业地皮。 尽管地皮不是住宅用途,但一定程度对地产楼市气氛有影响。 事实上,即使近期新楼盘销情不足,但本地地产股却走势平平,持续弱势,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新世界发展昨日亦市下跌,似乎反映住宅后市不容乐观。 对 ela来说了,有点赞,新鸿基地产、新鸿基地产所注意有点赞。 感谢您的赞,新鸿基地产,新鸿基地产。 孕瘾状黄根基地产。